我跟你们说没说 你跟我说了 你说盖房 是啊 是说盖房 可是那天您在那说什么呀 我要住 我要盖我自己的房 我住得踏实 是啊 那您得说您盖房 大侄子告诉我们 当初对于小姑盖房的事情 她其实略值一二 但是并没有人明确告诉自己 小姑要将老家的宅基地 所有人变更 直到七年后 这份协议的出现 她才意识到 原来房子的权属 已经产生了巨大的变化 这个东西我 我头五天我才看见的 我父亲没了 我们俩有没有这个签字的权利 你们有这个权利 但是现在你们毁之万一 他把土地使用证 在村庄里是要公示的 你说你不知道这个房屋 盖房屋之后还要确权 土地使用证进行公示 你知道吧 这点我也不懂 你也不知道 你也不懂 人家说了 土地使用证是你姑姑的了 你说我不懂 我就认为我应该就说 我父亲没有 我应该签这个字 我要知道 法律有一条 知道这个事情 不反对 视为认可 以后再反悔 有委民法 诚实属性原则 距离国有土地证变更 已经过去了七年时间 但是两个侄子 似乎还是坚持认为宅基地里存在他们的份额 我应该可以来自行为